Hello 大家好 山上的野生小竹笋疯长 今天又来这片竹林拔这种野笋了 这几天我们村里面的人都来这边拔野笋 昨天在这边已经拔了有六代野笋回去 这几天广东老板来我们这边收这种野笋 高兴坏了 因为他每天都能拉一车 这个野笋回去 昨天我们村里面来这边拔这个野笋 最高的人一天就收入了800多块钱 非常的羡慕 今天我们又来这边拔这个野笋了 看下今天能拔多少呢 这片竹林应该是没有掰过 这个笋都比较长 这里已经长了有一堆好几个 我们先来拨个笋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这边这种笋非常的多 叫甜笋来的 也叫实心笋 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都是实心的 这种笋非常多的漏 而且非常的嫩 这个老板收到这种笋来应该是做什么食品的 每天都会拿我们这里收这种笋 你看整根都是漏啊 哇 很嫩的 一节一节的 我掰个地面给大家看一下 实心的 看到没有 整根都是实心的 这一根都有可能有两三两了 非常重啊 我们继续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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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够大的 像这种圆笋 在我们这边特别多 多到都拔不完 拔了之后 第二天又会长出一批新的来 现在我们要开始装袋 准备要回去了 在这边拔笋非常的过瘾 我叫小孩子 老是吵着要来拔笋 就让它坐在这里 拨了一些笋在这里 估计今天又拔了好几袋 好不好玩 好玩 我们要回去了差不多 要下雨了 终于是把这些全部装完了 今天在这边装了有三袋 超级的过瘾 这些笋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 像这种都是特别特别嫩的 在这边拔这个笋 很过瘾 而且拔这笋的声音也是非常好听 这种笋在我们这里真的是太多了 拔都拔不完 先要想办法把笋全部扛到外面去 这些视频就先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